Lacarone Senna Alton Senna F1賽車史上最具傳奇性的射仇 這部車 Lacarone Senna就是以它的名字作為車名 你就知道 Lacarone對這部車有多麼大的自信 完全以賽車跟空氣力學為訴求的設計 前後都可以看得出來空氣力學的痕跡 主動的前後的導流液 讓它在時速250公里的時候 下壓力高達800公斤 配上4.1升渦輪增壓引擎的800匹馬力 還有1200公斤的車重 0到100加速只要2.8秒 即便是0到200也只要6.8秒 甚至是0到300 18.8秒就完成了 你就知道這車有多快了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 全球限量500部 一推出就完壽 你就知道 這樣的試駕機會有多難得了吧 想要知道這車開起來感覺是怎麼樣呢 跟著我一起上車吧 OK 現在實現200 220 240 270 280 我現在在開的是800匹馬力輸出的 Macron Senna 必須說這台車開起來呢 煞車呢 其實有點硬 但是呢 你會覺得 在高速的狀態下 它的煞車的自動能力非常穩定 我現在 要衝過一段 一個90度彎角 200過彎點啊 你們想像嗎 這是一部 有冷氣 然後開起來跟賽車一樣的 超好啦 我覺得我現在邊開邊講話呢 真的是浪費我享受 Sena的這個大好時光 又來到大時線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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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280 呼呼 呼 什麼 阿 它的過彎速度真的太神奇了 而且有那個懸吊啊 以這樣的車來說的話 它居然 可以在過彎的時候 做到這麼舒服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神經錯亂講錯了 這種車怎麼可能開起來會很舒服呢 只是它的那個 賽車的移壓懸吊 真的就可以做到 又快又舒服啦 雖然說我不曉得說 我坐的單圈是多少 不過呢 就很常測試 在這個賽道呢 Storio賽道 出台 降機 出台 度 4 9 1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